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之前有同大家看過印尼巴里島5月1日所發生的一宗命案, 這宗命案就說,有一對中國情侶入住之後, 竟然發生了一宗很殘忍的凶殺死亡案件, 亦有監視器拍到南方全身都是血,爬出房間之外求救, 而女方就發現躺在浴缸中死亡。 詳細案情甚至分析之前有出過影片同大家看過, 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, 我們講迴最新資訊, 印尼旅遊及創意經濟部長表示, 對於中國遊客遇害事件是覺得很悲痛、哀悼, 現在印尼警方全力調查這個事件, 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初步的報告, 而印尼的警方目前不排除這宗案件是屬於自殺、 互殺還是有其他人所介入的謀殺, 但你說自殺這一點, 之前都講過,應該可能性不高, 至於互殺,互殺這個點現在有個新的資訊, 原來這對情侶有人發現到男死者的社交帳號已經被網友找出來了, 竟然有人發現原來她男朋友的帳號是收藏了一個領政攻略, 即是登記結婚的攻略, 其實如果她是找得這些登記結婚的攻略, 大家覺得互殺這個機會率又有幾高呢? 再加上現在網路上面, 亦都是有傳言這對情侶有相關的加密貨幣賬號, 以及整宗案很多疑點令很多人現在就認為, 他們這個案件最大機會最有可能就是有人謀殺了他們, 然後就拿了他們帳戶上的錢淘汰邀邀, 當然這宗案最後會不會又是不了了之, 或者當了他們是互殺或者自殺呢? 就看看印尼方面查成怎樣, 沒理由大陸的網友都可以找到這麼多的資訊, 印尼那邊就什麼都做不到的, 是吧? 好啦,就和大家看到這裡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,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